歸斜談政治 歡迎收聽快樂聊時事 各位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歡迎收聽今天的快樂聊時事 我是主持人鄧珠如 今天我相信大家應該是 都在電視機的頭前 來看小袋戴之影目前的比賽 第一局似乎 這個狀況還沒有調整回來 先稍微的小小落後 不過沒關係 相信以這個小袋的實力 在目前的第二局 或者是接下來的第三局 應該是都可以順利的 來度過這一次的挑戰 那其實除了這個戴之影之外 那今天對台灣來說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去年的一天 一年前的今天呢 其實是我們的前總統 李登輝先生 他過世的日子 那今天剛好是一周年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呢 也希望可以跟 跟我們的聽眾朋友來分享 來懷念 我們的李登輝前總統 他在整個對於台灣 民主化的這個歷程 跟他的人生的一些故事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可以 就是說能夠去接下 李登輝前總統這個棒子 讓他的理想啊 也就是讓台灣 不只是自由民主 而且更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的這麼一個目標 希望可以在我們這一代的 手中可以實現 如果不行沒關係 那我們也就是堅持下去 然後讓下一代來繼續走下去 那這邊也跟各位聽眾朋友 來做一個預告 就是說我相信李登輝前總統 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嘛 那有很多的聽眾朋友 都是對李登輝前總統 有一些感情或想法啦 那也有很多聽眾朋友 是有走過這個李前總統 執政的這個時段 這個年代 所以呢我們等一下 第二段節目的時候 我們會來開放這個call in 啊 先跟大家來分享 你心中的李登輝前總統 是他的一個 模樣啦 或者是說對於一些實施議題 哪是你有相關的 可以來跟我們做個分享 那這邊先預告一下 第二段節目的時候 我們會開放call in call in的專線是 抗褩 先跟大家做個預告 那其實我相信很多聽眾朋友 對李登輝前總統都不陌生啦 畢竟他是從大概80年代到2000年的時候 對台灣的政治有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影響 那不過呢 我們看到的政治上的李登輝 他其實是背後有一個人生的經歷 或者是說一個生命歷程的凝結 在看到了我們現在印象中的李登輝 那要回到他早年人生的經歷的過程 這樣我們才能夠比較清楚去了解說 為什麼李登輝前總統他在一些政治上的主張 或者是說在一些甚至說哲學上的一個思考 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李登輝前總統他其實是一個這個 早期在日治時期家境還不錯啦 因為他的爸爸是警察體系的 所以呢等於說從小他就算小康家庭 那他的父母也很願意去栽培他 再加上李登輝前總統他的資質也真的不錯 所以他在日本時期的 他本來的學校體系 他也是跳級生的 他就是那個中學還沒有念完就直接跳到那個高等學校去了 厲害 所以那個他的天資不錯 家裡又願意栽培 所以其實就從小就蠻有這個念書的天分 那大家也都知道在日本時代 台灣人跟日本人是不一樣的 什麼樣的不一樣就是待遇不一樣 或者是說這個在日本人的政府系統的眼中 讓台灣人就是二等公民 因為大家都知道日本是把台灣當殖民地 那雖然說後續有出現了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 或黃棉花運動那基本上都是比較後期的事情 那跟大家再做個分享 下面叫做內地延長主義 就是把台灣當成是日本本土的延長 光是這麼一個政策就凸顯出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日本政府一開始沒有把你台灣當成是日本的 我說的日本就是把台灣人當成日本人來看 就是有跟在日本四個獵島 那個上面的日本人一樣的公民權利 或者是公民待遇 就是因為沒有 所以才會提出內地延長主義的這麼一個政策方向 那大家也都知道在台灣總督府的統治之下 那基本上呢 總督他就是一個集司法行政立法 三個權力為一生的一個超級大統領 這樣子 那跟日本的本土所實施的這個 君主立憲的議會民主制 他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落差 那再加上這個日本總督府 在台灣的統治 基本上他是一個比較高壓式的統治 所以呢 在台灣的本土 有很多的學生 他們是沒有辦法去自由自在的去學習他們想要學習的知識 特別是如果你想念的不是跟這個所謂實用性的科學有關的話 也就是說如果你不是念什麼農業啦 或者是說這個醫學啦 這些之外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在台灣 就只能念固定的幾個科系而已 那因為其他都會遭到一些打壓或者是不鼓勵啦 也因此呢 有很多這個當時候優秀的人才 他們都會選擇一件事情 哪是說他的家裡有錢 會有的 一定會去日本 他會去 一定會去東京去 去東京去 去那邊去幹嘛呢 就是去念書 那李登輝前總統他也是這樣的議員 那他在這個台灣念書的時期的時候呢 遇到了一位歷史老師 那日本籍的 而且是一個比較左派思想的 這個歷史老師 開啟了他一些對於馬克思啊 恩格斯啊 或者說共產主義 維吾主義的這些認識 那他念出興趣來之後呢 後來就到了這個京都大學去念書 那在京都大學的時候 他就更進一步的接觸到了這些 左派的思想 這邊的時候要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是說 在日本的昭和年代的初期 昭和時代的時候 就是說 因為當時日本的軍國主義開始在抬頭了 那對於日本國內一些 從大政時期移留下來的一些 自由民主的理念 特別是比較激進的左派的理念 是開始有去打壓跟鎮壓的 所以當時後呢 在整個日本的大學圈裡面 就是最自由的根據地是哪裡的 就是京都大學 因為京都大學真的是很叛逆 我告訴你 但是聽眾朋友信主的文 你可以去網路上找一下那個 京都大學畢業典禮 現在喔 2000年的時候 2020年的時候還是有這個狀況 就是說他們的畢業典禮是專門在二搞 他們那個學校校長同向 還有那個學生呢 就是一直都會打扮成一些很奇心怪獸的樣子 去參加畢業典禮 一個自由的學風會這樣子 那在民主的時代是比較頑皮搞怪 可是在一個比較威權的 或者說軍國主義的時代 京都大學他依然是堅持這麼一個自由的學風 左派的學風 所以他們也曾經遭受到日本政府的 鎮壓跟打擊 那 可是對於京都大學的私生來講 你越打 我越不怕 我越跟你對幹到底 所以這麼一個叛逆的學風 自由的精神 也在李登輝去念書的時候 深深的受到影響 那這裡呢 也要再跟各位聽眾朋友分享 一個概念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中國 看到中國共產黨 就覺得共產主義是一個很壞的東西 有沒有 很優秀的東西 可是這真的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因為其實從馬克思恩格斯 這一代這個所謂共產 當代的這個所謂共產主義的 開山始祖 他們這些人的學說裡面 那基本上來講 他們是希望可以去 反擊 甚至說可以去消滅 所謂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問題 因為其實在大概 18世紀 或者18世紀19世紀的時候 那當時是這個原始 初期的資本主義 在西歐開始去發揚 去誕生 那當時因為缺乏很多政府的保護 或者是說管制 所以呢 像英國的倫敦 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 他們當時候就有幾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是環境 那是有聽眾朋友 有NQ貴 這個英國的話 應該都知道說 倫敦這個車子 它是有一個綽號 叫做悟督 聽起來很浪漫 Romantic 悟督耶 哇 每天都是那個 那個這個 灰蒙蒙的 然後感覺起來就是一個 不知道轉角會不會遇上愛這樣子 但你通常轉角會遇到伊藤潤二的那個美少年 十字路口的美少年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倫敦的霧 它不是 它不是自然的現象 它不是自然現象 它是什麼 它是大量的工廠所排放出來的廢棄 導致了這座城市整天都掩蓋在那個工業廢棄污染的環保之中 所以那個霧都是怎麼來的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想像 那今天大家都知道有這個埋害 有這個PM2.5對不對 倫敦一同時也有啊 只是當時候大家不知道這個地方 叫做PM2.5啦 技術沒那麼先進 那大家也可以想像一下 想看看 當天的時候我們高雄 就有一個震益的遺跌 遺跌是什麼呢 就是說大家都要插空氣污染品質不好 可是高雄畢竟是因為風向關係 你冬天這個感覺比較明顯 可是呢 在18世紀 19世紀的英國倫敦 每天都這樣 它每天都是比高雄還要再嚴重好幾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當時候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下 那因為政府還沒有 學習到或認知到要去管制 所以當時的老百姓 如果你是有錢人的位 如果你是貴族的位 這個都還好 可是你如果是老百姓 你就真的是生活的環境非常差 那就是第一例 就是說你的一般老百姓的待遇 那當時我們也知道嘛 就是說政府他沒有什麼在管自由放的 Laissez faire 你用法文來講是這樣 那政府都不管 那當然就是一些這個 老闆 企業界的老闆 那是一無良知的為 他還是會對他員工比較好 可是大部分的老闆 他就是說 我請你來就是你要幫我工作啊 你會怎麼樣才不關我什麼事情 就是說缺乏一個勞動者的保護 所以當時倫敦也有很多的狀況 就是他們都有同工 因為像是礦坑隧道這樣一個開採 有些地方真的是很狹窄啦 那你就需要身形比較瘦小的小朋友 去裡面做一個開採的工作 那通常都是幾歲 我告訴你八歲 國小一年級甚至不到 你就要進去開採礦坑 而且你也知道嘛 就是說 一同時的那個設備條件 沒有現在這麼好 還有一些保護措施 沒有你就是穿著一件衣服 甚至衣服都沒穿 一條內褲 你就進去礦坑 然後在那邊待一整天 卡卡卡卡卡卡 就坦白講 比我們五六零年代 那個金瓜石在開採的時候 還要更 環境要更惡劣啦 所以呢 像這些小朋友 你長時間在那邊工作 你的身體會好嗎 不會嘛 因為你缺乏陽光的照色 你缺乏營養 所以呢 這些小朋友他們的身體就是 健康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特別是他的肺部 因為他吸太多粉塵了 所以呢很多那種肺部的疾病 在當時也是很嚴重的 所以 馬克森格斯這些人 他們就是因為看到了 基層的老百姓 在原始的 或者是初期的資本主義的 發展之下 遭受到非常 嚴重的摧殘跟傷害 所以他們才會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加 公平正義 或者是說能夠保護基層老百姓的這種想法 那把它變成一個學說 就是 原始的 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 就是說 我辛苦工作 但是 我的工作的收入跟所得 應該我可以多那一些吧 而不是說 除了老闆付給我的薪水之外 就全部老闆拿走 那如果老闆他把我的薪水又 苛扣或不願意給我比較多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等於說跟 其實坦白講會跟奴隸沒兩樣吧 那也因為早期有這些 左派的知識份子 或者是說 共產主義的主張的人們 他們的積極去奔走 甚至說 也不惜就是發動一些 比較激烈的抗爭 所以呢 在後來的 國家的發展之中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 在讓資本主義 為所欲為 就有進行修正的 像 有些聽眾朋友應該 比較有興趣的 例如說 北歐 那個所謂的這個 北歐的資本主義 他就是有大量的 所謂左派元素 或者是說 社會主義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呢 讓老百姓的福利 跟他的生活 會得到比較高的保障 那通常就是要扣比較高的稅 這是一個一體兩面的事情 所以其實原本的資本主義 原本的共產主義跟社會主義 他是一個蠻好的理想 所以像李登輝這樣的一個 優秀的年輕人 他又是在日本最自由開放的 京都大學念書 也面臨到過 軍國主義的鎮壓 那他當然也會希望就是 要走一個比較 有理想性的發展的路線 這很正常 其實 但是說句實話 你在1940年代的年輕人 如果你是有理想有報復的 說你對左派的思想沒有共鳴 或者是沒有一些感動 這完全就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 不只是李登輝 我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的死民歐里桑 思潮輝 他也是在台北的時候 接觸到一些所謂的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打壓 還沒爽 就跑去日本本土去 去外星大去找到點念書 在外星大的時候 也是接觸到這個 所謂的左派思想 共產主義思想 後來他比李登輝更猛 因為李登輝 前總統他是比較 那個 學術知識分子 他當時在念書 那個死民歐里桑 他後來就 那個又潛逃 跑去中國 直接加入共產黨 打游擊隊 然後也第一線的接觸到 中國共產黨是怎麼樣的 把左派的思想去扭曲了 去污衊了共產主義思想 所以後來他又偷渡回台灣 所以你看 不管是死民歐里桑 還是李登輝前總統 他們兩個都是左派的知識青年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左翼思想 是對於李登輝前總統 整個人身體系 有非常深的一個影響 那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24世界大戰之後 日本輸了 國民黨來到台灣了 那其實對於 李登輝前總統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厲害的轉類點 這怎麼講 就是說 李登輝前總統 他有參加過黃明花運動 他有一個日本名字 那他實際上 他也參加過共產黨 可是呢 這樣的一個 歷練 讓他雖然說 後來有去美國康萊爾大學念書 拿到博士學位回來 可是還能夠獲得國民黨的 認可 甚至說被蔣經國看上 然後重用 這真的是需要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精神的意志力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是因為 大家應該都看過一部電影 就叫做一些無間道無 裡面梁朝偉很帥對不對 梁朝偉他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臥底 他原本是警察 那個香港話就拆了 他就被警方 黃秋生 送去那個 曾志偉的 黑道裡面去混 然後 混到的就是說 可以是曾志偉的左右手 那當然你看 像這樣的一個身份 他 雙重的身份 他就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他不能被黑道識破 被識破一定就是 砰砰兩聲 直接掛掉 那這樣的一個 電影的歷程 如果我們覺得那個 哇真的是要很小心很仔細的話 你就更不用說 以李登輝前總統 當時候在國民黨內的發展 他要多麼的提心吊帶 因為他知道 他只要露出一點點馬腳 他馬上就會被國民黨內 所謂的比較是這個 右派的力量 直接把他鬥掉 就是說 白色恐怖耶 那個時期 搞不好一下就不見了 所以其實李登輝總統 陳總統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說 他 懂得怎麼忍耐 他這個忍耐呢 讓他就是 以一個所謂的農業專家的身份 然後被蔣經國看中 然後開始去 提拔他 在國民黨的系統裡面 慢慢慢慢的往上爬 從這個 陳主席啊 台北市長啊 到行政院 甚至說被指名為這個接班人 在這個過程之中 李登輝前總統他真的是 忍受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我相信有很多的誤解 也有很多的責難 但是他就全部都忍下來了 因為他知道他必須要 掌握到最後的權力 他才有辦法去推動 他想要推動的理想 那這個地方也要跟大家 再做一個概念的澄清 是這樣 是這樣說 就是說 國民黨最愛說 就是台灣的民主 是 中間國 去剎 不是什麼 東外的力量 不是什麼人 這完全是錯誤的概念 為什麼 因為蔣經國他之所以 會有崔台青的政策 是因為他要先保障 他自己的權力穩固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蔣介石掛了之後 其實 在當時的國民黨內 有兩個很大的系統 其實在互相對幹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指定接班的 蔣經國這個系統 可是呢 除了蔣經國之外 還有很多是跟蔣介石平起平坐 或者是說蔣介石的老跟班 在這些人的眼中 你蔣經國就只是 我的老長官的兒子 你的資歷經歷 甚至說可能你的力量 也沒有比這些老跟班 老幹部來的強 那所以 有一些 野心比較大的老跟班 就有可能會想要去 取而代之力 這個就是一種 威權獨裁政體 很容易出現的現象 所以蔣經國 他為了要鞏固自己的權力 他就必須要 拉攏另外一派的力量 來對抗這些 所謂蔣介石的老臣 那他所選擇拉攏的力量是什麼 就是所謂的台籍 這個年輕的幹部 把這些台灣人 吸納到他的 勢力範圍裡面去 變成說 取得了台灣人 幹部的正當性 去跟這些所謂的 外來集團 的老臣去做一個對抗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很有趣 作為外來集團 外來政權的國民黨 他在蔣經國時期的本土化 他也是為了要去抵抗 黨內的外來勢力的力量 這真的是一個很 諷刺的發展 所以蔣介石死了之後 蔣經國在基於自己 政權的考量之下 提拔了李登輝 領養港這些人 那李登輝呢 就在這個脈絡之下 他去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取得了權力 並且在成為總統之後 也驅逐了國民黨內 這個所謂的 反對他的力量 並且逐步的把台灣 帶向了一個 就是說 離中國越遠越遠的路線 那這是一個 我覺得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那節目時間關心 接下來一小部分 李登輝總統 他對於我們台灣的法理地位 或者是說現實地位 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 那我們就下一段節目 再來跟大家做個分享 現在先進個廣告 八九點五 快樂大台北 八九點三 快樂華東 九八點三 快樂配偶 九六點七 快樂紅蝦 九一點三 快樂台灣 政策武漢 快樂聯報網 媽媽 妳要去運動 要記得穿得更更更的喔 有啦 妳看 我今天穿著運動衣 有更沒有 上面還會反光耶 讚喔 妳在等過車路的時候 也不可以騎太前 要逃到三大步看船喔 我知道啦 老師也說過 不可以站離馬路太近喔 還有 過馬路也要注意轉彎的車輛 不要低頭滑手機 太危險了 爸爸妳要以身坐著 快樂聯報網 關心行人 用路的安全 好可愛喔 這是我剛出生的女兒 試著老婆 生出一個健健康康的乖寶寶 在寶寶背後 除了辛苦的準爸媽 還有政府替孕婦撐腰 懷孕期間 國民健康署補助每位準媽媽 14次產前檢查 一起守護母嬰健康 只要注意均衡營 及控制孕期體重 記得定期產檢 就能讓寶寶健健康康的出生 以上廣告由衛生福利部提供 並使用菸品健康福利捐 沾邊時事掌握社會脈動 請聽你的聲音 最用心的電台 提供給你最豐富多元的訊息 無論是選舉第一線報道 全國性議題 地方性議題 社會關懷等 你們的事就是快樂的事 用我跟聽眾聽到底呢 快樂聯邦網 歡迎回到快樂聊14的節目現場 我是主持人陳子瑜 跟大家插播一下 目前最新戰況 我們小代代之隱 第二局有拿下來 第三局的話 目前看起來 泰國的對手有點累了 應該是希望可以順利 平安的拿下這一局 繼續挺進下一個階段的挑戰 為代之隱加油一下 剛剛上一段節目 最後的一個部分 還沒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說 李登輝前總統 他在驅逐掉或者說 他在戰勝了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之後 他開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除了台灣民主化之外 也是一個台灣成為獨立國家的 初期的階段任務 什麼階段任務呢 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 在國民黨統治之下 90年代之前 那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整天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吵說 我們才是正統中國代表 就是共產黨跟國民黨都在爭 一個中國的正統代表 那李登輝前總統時期 他開啟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中華民國憲法的體制下 他開始去製造出 所謂兩個中國的方向 那麼呢 在這個兩個中國的方向奠定之後 我們才能夠慢慢慢慢的 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中國 先排除在干預 我們台灣的一個未來發展的 這個不管是法理 或者是國內輿論的這個 那個範圍之中 接著去朝向一個 一中一台的路線去發展 所以當時後 李登輝前總統他開啟的 這個所謂的國統綱領 國統會這些 表面上都是為了國家未來的統一 但 但是他高照的地方就是說 我表面上跟你說 這個都是為了國家未來統一喔 結果他實際上做的是 為了國家未來的獨立 厲害 所以他表面上都是說 我們要統一要統一 但實際做的就是讓台灣跟中國 越來越遠 而且讓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越來越淡 所以呢這基本上來講 是李登輝前總統 在他的執政任內期間 為台灣的未來的法理獨立 我認為是做了一個最重要的貢獻 那當然畢竟這是一個非常長遠的路程 也不是說李登輝前總統 他的任內就可以完成的 那接下來就是 從一個中國到兩個中國 這是李登輝前總統他所建立起來的一個基礎 那從兩個中國到一中一台 就是我們讓台灣成為一個 所謂的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或者是其他名稱都OK 反正不是中國也不是中華民國 讓台灣可以走向一個 以自己的名字做為國家名稱的未來 那就是我們這個世代跟下一個世代 我們要一起去接棒走下來的道路 所以這是在李登輝前總統過世一週年的今天 跟大家做一個回顧跟分享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開始咬印啦 那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我們的咬印專線是 079510975 控7Q毛1 控97毛 那不管您是想要聊一下這個 李登輝前總統 或者是說聊一下這個幫戴智穎加油 這個我們都OK啦 因為畢竟咬印就是一個 讓大家可以暢所欲言的 這麼一個機會嘛 所以那如果聽眾朋友你有現出的話 所以要來跟大家開槓 或者是說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 好那就是隨時都不要客氣 可以直接打電話進來 那麼在這個等待大家打電話進來的過程之中 那我們還是繼續跟大家聊聊李登輝前總統 那其實李登輝前總統他在執政的過程之中 因為他完全就是要去給國民黨死嘛對不對 所以呢 在國民黨的既得利益階層對他的反撲啦 他也是非常的兇狠 那我們都還記得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甚至是說對台污蔑 呃就是在李登輝前總統執政時期所出現的 是什麼呢 就是把國民黨內的這個既得利益階層 把它打成什麼 黑金教父嘛對不對 說什麼哎呀國民黨以前很清廉啊 有黑金都是因為李登輝啦 哇我跟你說這真正是笑話 笑笑愧啦 完全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大家 對國民黨的這個威權主義這個體制 有一些了解的話都知道 國民黨早期是為什麼能夠去控制台灣社會 就是因為他透過軍事力量 以及這個經濟力量 那麼在經濟的力量上就是說 他會透由中央政府的這些資源 去結合一些地方派系 然後呢透過這個所謂的恩必四重主義的體制 讓這個地方的系統 願意去支持國民黨中央的執政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黨庫東國庫之後呢 然後再用這個黨庫去拉攏地方的這些 這個跟國民黨親近的勢力 那李登輝前總統執政的時候呢 他就是也是用這個招數 但是他的招數不是為了去延續 不是為了去延續國民黨的統治的威權 而是他為了要讓這麼一個國民黨 他在統治台灣的結構系統中去產生斷裂 把他拉開 所以呢他在任內的時候 也是跟這個所謂的國民黨之前 所積極掌握的這個地方派系 也是有非常激烈的爭奪跟拉攏 那也確實成功的去把在過去都是由國民黨掌控的 這些地方系統之中呢 有一部分對國民黨的統一這種意識形態 不是那麼的滿意的 或者是說比較有這個台灣本土意識的 這些系統把它拉出來了 這些其實後來就變成了是台聯的前身嘛 那李登輝前總統他在做這麼一個 裂解國民黨的過程之中 他必然的就是會遭受到 既得利益階層的反擊 所以呢那個這些明明也都是用的一樣的方式 去這個拉攏 地方投忍的國民黨的這些反李登輝勢力 就完全不管自己之前做什麼事情 就直接去這個把黑金啊 或者是做一些比較這個所謂 可能是相關類似的詞彙 就往李登輝前總統的那個頭上貼啦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就是說其實 國民黨他的統治方式一直都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他就是用那個以前用有軍事力量嘛 現在就是用經濟力量 那他的經濟隨著國民黨失去了統治權力之後呢 他就轉為向這個中國共產黨去白為起連的啦 才能有多一點的資源過來 繼續去維持過去的那種 就是鞏固勢力的做法 那麼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那李登輝前總統他就裂解了一部分 國民黨內這種所謂的統治系統 然後把它拉出來 削弱了國民黨的統治力量 那這樣一個策略其實在最接近成功的時候 當然就是在這個2000年到2008年之間的時候呢 那因為這個民進黨他選贏了總統大選 那使得國民黨的那個反撲力量來到最高點 那不只是出現了一些那個街頭上的抗爭嘛 那也把李登輝前總統趕出了國民黨 那此外呢 國民黨他也分裂成了這個國民黨跟親民黨 那這其實就是說 在整個大的就是國民黨陣營之中 他至少區解出了 裂解出了兩個陣營 那其中至少比單純的一個國民黨要來得更好 容易對付一點的 因為畢竟有了兩個政黨之後 政黨之間就會有一些競爭的過程嘛 這也導致說 相較於過去的黨外勢力 他要面對一整個大的國民黨 你現在好歹就是有一個崛起中的 本土政權民進黨去對抗國民黨跟親民黨 那這樣的格局到目前為止 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一直到了現在2021年 整個台灣的政治的格局 都還沒有擺脫李登輝在他的任內所建立出來的政黨的格局 因為回過頭來就看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時候 基本上來講 當他把國民黨內的反對力量壓下去之後 就變成說是一個由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 跟另外一個就是說 作為在野監督的民進黨 構成了一個 某種程度上是一個相對是良性競爭的體系 因為畢竟在李登輝統治之下的國民黨 他對於整個台灣的主體 或者是說對於台灣的利益的看重程度 是絕對比其他 這個不是那麼有本土意識的人去執政的話 要來得好很多 那變成就是說 在這個前提之下 有一個本土意識的執政黨 跟另外一個也是有本土意識的在野黨 兩邊的競爭 那對於台灣的發展相對來講是比較有利的 那這樣的格局到現在我們還是可以發現就是說 所謂的親中派 或者是說支持統一的這些政黨 那甚至還有一些比較中間的奇牆 比較看風向的這些投機的政黨 那他們目前來講就是力量上 雖然說可能沒有像2000年的初期的那麼 力量那麼龐大 但是對於本土陣營來講 那也缺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們還少了一個扮演當年 民進黨角色的一個政黨的出現 因為在2021年的現在 我們跟2000年或2004年比起來 那當民進黨他已經穩定執政的時候 他就好比說是當時後 李登輝執執政下的國民黨 穩定的多數的本土執政 可是他還缺了一個 同樣可以站在本土的角度去出發 然後去跟國民黨 去跟現在民進黨做監督跟競爭的一個在野黨 那如果說缺了這麼一個政黨的角色 他會面臨到一件事情就是說 OK 今天能夠去監督民進黨 或者是說有力量去監督民進黨的這個在野黨 他監督的目的他不是站在台灣的主場去出發 他不是為了台灣的利益 而是他是為了他背後 他所支持的這個意識形態 就是所謂的親中的利益去出發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喔 所有假借或者是說 所有以監督的名義去做的一些政治上的攻防 如果讓這種在野黨得分 或者是讓這種在野黨能夠去順利得到的話 他基本上都是會出現一個對中國有利的結果出來 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估計一下就是這個 伊方蝦 早前的時候大家都在吵說 啊那個台灣疫苗不夠 所以你看像國民黨啊 或者是說一些其他在野黨 他就會開始去吵說 要找中國的疫苗進來 他們的理由是當台灣疫苗不足的時候 你看中國的科興有那個世界衛生組織的認證啊對不對 你看 那個你也可以找上海復興啊 去買那個BNT啊 Uber 這種東西他就是很典型的 他表面上是說 為了台灣人民的身體健康去著想 所以要趕快去買疫苗 可是他所選擇 或者說他所造成的結果 實際上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事後也證明確實是如此嘛對不對 如果你要去找中國拿科興疫苗 那中國一定會跟你說什麼 你要不要承認你是九二公司啊 一個中國啊對不對 就是吃豆腐嘛 別人說是祖國對台灣同胞的 善意的援助啊 這是中國要的政治的效果 那你說 像那個 找上海復興買那個BNT 找輝瑞 買輝瑞疫苗 那後來雖然因為有那個 美國日本 甚至說德國這邊 大家都一起來幫忙 使得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種政治上的吃豆腐 政治上的吃豆腐失敗了 可是他 要跟你拿的錢還是沒少欸對不對 因為後來我們也看到就是 有那個媒體他去追查 那如果我們直接跟 原廠買 用 美國或者是歐盟的價錢 你一劑大概是23塊美金左右吧 但是呢 你繞過一手 就是你透過上海復興 再去跟那個原廠買 那雖然說你拿到的貨都一模一樣 都原廠的沒有什麼安全上的問題 可是你一劑變成大概32塊 一同樣的疫苗 你足足比人家多付了 九塊錢到十塊錢的美金 那我們買多少 目前買起來一千萬 一千萬乘以九 等於多少九千萬美金呢 我的錢 很多錢 好吧 所以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一個缺乏 以台灣的利益為中心思想的在野黨 這樣的一個在野黨 他去監督本土執政的時候 去監督本土執政黨的時候 他所造成的效果 他其實都會有雙重性 因為他一方面可以打著監督的大旗 你民主社會啊 我們監督很正常 可是呢 他所要造成的真正的結果 都是在幫中國去得分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一個對台灣的主體 或者是說對於要成為一個 心而獨立的台灣的國家的未來 是一個非常有問題的 甚至是非常危險的一個結構 他這個局勢是很危險的 因為還是會有一些民眾 他就認為說 我們已經是一個 跟中國沒什麼關係的國家了 這個是還OK 但比較麻煩的是什麼 比較麻煩是他會認為說 OK 你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眾黨 他們都是台灣的在野黨 所以民進黨做不好 就把民進黨換掉嘛 換成國民黨或民眾黨執政嘛 這個OK啦 就是因為這種想法 才會讓台灣更危險 原因我們剛剛有跟大家報告過 就是因為 特別是國民黨 這樣的一種政黨 他以監督為民意去做的一些政治的動作 他實際上來講 失敗就算了 如果他成功 基本上來講 都不只是國民黨得分 中國也會跟著得分 因為他們兩個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假設哪一天 因為民進黨可能自己在執政上面出現了一些失誤 那導致人民在不高興 或者是說想要去換掉這個民進黨的時候 那你缺乏一個同樣是本土的替代方案 就會非常危險 因為站在一般老百姓的立場 他們會覺得說民進黨做不好 那我換另外一個人來執政 那這個黨是誰 國民黨嗎 民眾黨嗎 還是什麼黨 沒有人呢 沒有第二個就是以台灣的本土的利益 跟以台灣的主體的利益 在野黨去做選擇的話 你就會變成說 跟當年陳水扁下台之後馬英九上來一樣 換國民黨上台執政 那馬英九執政了八年 對於台灣的整個利益 是更有這個好處呢 還是說更有壞處 那我想這個很明顯嘛 就是一個大家都已經看得出來的一個歷史事實 所以真的是還好當時有太陽花 把這個馬英九的這個福報擋下來了 不然的話 在美中貿易戰的結構之下 當台灣的經濟跟中國還是那麼緊密結合的時候 那真的是很難去處理 說實話 我們真的是運氣不錯 在重要的歷史時刻出現了重要的歷史事件 可是呢 你要讓台灣成為一個心而獨立的國家 坦白講 真的不能只靠運氣 這就跟你在股票市場一樣 那你可能運氣不好 運氣不錯 欸我買了這張 欸賺錢欸 可是你能保證你下次買的時候 你還會賺錢嗎 不行嗎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做好功課 去研究基本面啊 研究EPS啊 消息面啊 這些都要去研究好之後 你才能夠去下手嘛 而且你研究這些還不保證說 你不會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震盪嘛 而忽然之間大盤就殺下來 你基本面再好 你也是跟著綠一片嘛 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來啦 就是說 對於整個台灣的未來發展來說 李登輝前總統他最重要的貢獻 他就是說 確立了台灣主體意識的這麼一個路線 把台灣從國民黨統治下的一個所謂 一個中國變成了兩個中國 那麼呢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我們要去接這個棒 從兩個中國的路線 慢慢的去走向一個中國跟一個台灣的路線 那這過程之中 他要怎麼樣才算是一個達到目標 或者是說抵達目的地呢 就是中華民國這個名字 他總有一天是要透過台灣人民自己的和平的決定 把它取消掉 換成另外一個 可能是台灣共和國 或者是說其他類似的名字 但是呢 我們的至少在 整個對於自我的認知 甚至說也希望國際上對我們稱呼 就是不要再跟中國 不要再跟China有瓜葛 這個是我們要繼續走下去的這個道路 那當然 這過程之中 有涉及到國際的問題 結構的問題 那也有國內的問題 國際上的問題 特別是說在美國的態度方面 或者是說國際局勢 這可能不是我們一時半刻可以去處理到的 但是至少在國內的層級 我們總該可以自己操之在我嘛 對不對 至少我們都知道說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的國家名字叫台灣 那不管怎樣你也不要再去協助 就是說中華民國跟中國都是中國啊對不對 這種東西或這種想法 他都是會對於台灣邁向一個新的國家道路上 是比較有所妨礙的啦 那也不應該去再繼續鼓勵下去 所以呢 我們在同樣的就是李登輝前總統 逝世的一周年的今天 再跟大家來做一個分享 就是說李登輝總統他的台灣的道路 他背後的脈絡 以及他達成一個部分的這個里程碑 到什麼程度 那接下來真的就是我們的事了 我們要繼續的去把這個台灣的路 不管是獨立的路 民主的路或自由的路 都要繼續的給他走下去走到底這樣 好那節目時間的關係我們就在這邊休息一下 進個廣告 大眾交通工具跟著我們放遊大高雄 嘿媽 我後天下午有一場工作面試 你覺得這套衣服適合我嗎 嗯 可以啊 聲色給人的感覺很穩重 面試時間是什麼時候啊 我要不要幫你練習一下 好啊 我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了 隨時都可以開始喔 嘿不過啊 最近常常午後雷震雨欸 我看你面試那天搭高雄市公車 或者是高雄捷運去吧 嗯好啊 高雄市公車輕軌和捷運 都是非常方便的大眾運輸工具 而且不用擔心塞車或是找停車位的問題 最近防疫期間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一定要正確戴好口罩 並且保持安全社交距離 避免與人接觸或者是交談 而且也要記得勤洗手 保護自己就是保護他人喔 謝謝媽 我一定會全力配合政府的相關防疫措施 確實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和遵守防疫規範 一起努力防疫 超棒的 那我們趕快來做面試練習吧 謝謝媽 放遊大高雄輕鬆樂無窮 以上廣告由交通部大安會 以及高雄市政府新聞局提供 快樂台灣無限精彩快樂聯播網 歡迎回來快樂聊14的節目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最新的好消息 就是我們的小代代之印 在東京奧運的女子單打羽球的部分 是順利的逆轉勝 贏了泰國的對手 挺進下一階段的比賽 那我相信有很多聽眾朋友也有在看 我是看不到啦 我只能看文字轉播 就是在第一局的時候 可能在狀況的調整上還沒有那麼OK 所以第一局先比較落後 那後來呢第二局第三局回穩 再加上對手的體力 比較不夠 所以就是這個比氣長 真的 就是技術OK 然後我們就是看起來的那個 穩定度跟體力比較充足 最後呢就是代之印順利的勝利了 那其實代之印的勝利也是 也在提醒我們 就是說我們要台灣倒立 真的是要比氣長啦 就是你一生不夠沒關係 還有人可以接放繼續走 這樣子 你看從 不管是這個 使命歐利桑啊 李登輝前總統啊 到我們現在這一個世代 那甚至說下一個世代 大家都繼續接棒的來走這樣 好那這段節目呢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國際的消息好了 特別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事件 就是說 在早期的時候 這個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的代表團 就是去中國的北京 不是北京還是天津 去天津跟那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會面 公開會面 然後呢 雙方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主題是什麼 就是說 中國跟塔利班 說要共同來合作 來打擊這個恐怖主義 真的是 今天是7 昨天是7月29 今天是7月30 但都不是4月1號啊 為什麼你中國要說 這麼大一個笑話呢 真的有夠好笑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塔利班一定是 世界最出名的 恐怖主義的政權 第二 中國也是 很出名的 搞恐怖的動作的一個國家 所以這兩個合在一起說 要打擊恐怖主義 請問你們是 要效法 這個中國當年 有一個叫周促的人 要自己處三害嗎 還是說 你們基本上還是在做一個 要自我解散的宣言呢 所以 這個 中國的外交部長跟 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公開會面 他自然是有一個很 重要的一個政治訊息的意義在裡面 要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 那個從拜登政府上台之後 那整個美國對於世界局勢的 特別是軍事的部署上也重新出現了調整 那麼 由於為了要把重心調回到所謂的印太地區 就是說印度太平洋這一塊地區 因此 美軍他在這個911之後 在阿富汗這邊的駐軍 或者是一些軍事基地的這個維持 也 陸陸續續的有一些調整 或者是說減少跟撤出 到了拜登時期 這個速度是更加快了 那現在呢就是說 美國的軍隊跟北約的軍隊 都陸續的在撤出 那也因此就是為阿富汗當地的局勢 其實是產生了一些變數 那因為這個阿富汗目前就是有兩大政黨 或者說兩大勢力在做對抗 目前在中央執政的是北方聯盟的這個政黨 那塔利班呢他基本上是在西南邊這邊盤踞 就是有一個根據地 隨著美軍跟北約的撤出 可以合理的判斷就是說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他有可能會班斯回朝 再透過一個所謂的更大規模的武裝的衝突之後 有可能會把北方聯盟驅逐掉 然後重新再次的執政 那在這樣一個局勢的預判之下 你中國公開的跟塔利班會面 並且說要共同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這基本上就是一種表態的 就是說中國會支持塔利班 是這個概念 那也就是一個對美國跟對北約的回嗆 因為一邊在撤嘛 一邊在公開的表態支持 那當然就是有一種此消彼長的這種感覺跟概念 那當然對中國來講也是一個 有一種想要討回面子的概念 因為他們被打得這麼久 總是要找一些地方來重新的示威一下 但是他們找的這個對象真的是很不OK 而且也很危險 因為大家應該有印象 就是塔利班他在2000年多的時候 還是做一個執政黨 那他們在執政的任期之內 我記得從1996到2001 這幾年之中呢 他們因為是屬於一種 伊斯蘭的基本教義派 很極端的這個團體 所以他們基本上來講是 拒絕承認跟拒絕去接受 在他們的統治範圍下 有任何跟伊斯蘭的教義 是違背的東西 包括有一個世界知名的千年的遺跡吧 就是巴米揚大佛 就是在塔利班執政的時候 直接拿那個火箭頭 把他毀掉 千年的世界遺跡 就這樣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就是 也可以觀察到 在阿富汗的這個塔利班執政之下 不只是一些歷史文化古蹟都都摧毀 那當地的特別是教育跟文化 也都是收縮的非常的緊 因為他們是極端的基本教育派分子 所以女性的自主權 受到了非常大的規制 那小朋友的那個 上學受教育的這個權利 也都是被限定的很嚴重 所以在神學士的統治之下 基本上來講是一個 蠻恐怖的一個環境 而且也沒什麼自由 那你中國政府 現在跟塔利班那麼麻糬 某種程度上來講 也是一種表態嘛 就是說你們是支持這樣一個價值嘛 對不對 雖然背後也是有一些政治的利益考量 那可是你不管怎麼講 就是一種為了跟美國對抗 你也可以去挺塔利班的這種概念 那其實說句實話啦 你雖然說塔利班是很不ok的這種極端分子 你中國也好不讓你去嘛 對不對 你塔利班炸毀了那個千年遺產 那個巴米揚大火 可是你中國共產黨 你也幹過文化大革命嘛 對不對 破四舊 然後呢 當時候在1966到1976年 你整個中國一堆古蹟啊 佛飾啊 文物遺址啊 全部都被毀得差不多了 你看 像前陣子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我台下的時候有去過中國去滷油嘛 那個跟團啊 那他的導遊就帶我們去看那個韓谷關 原本想說哇塞 秦朝的韓谷關耶 你看那個什麼六國聯軍 然後要打那個秦國的時候 那個中關鍵的一個地方 原本是很想說哇 那個朝聖下歷史遺跡 結果呢到到現場去看 哇哇哩 那個韓谷關是1995年落成 哇塞 實在是穿越時空的韓谷關 所以當中國也在文革的時期 對所謂的歷史文化有那麼嚴重的破壞 那也包括在教育體系之下 那對於這個 這個所謂的毛澤東思想 去灌輸到人民的教育系統裡面的時候 像洪衛兵 所以你會發現中國跟塔利班這麼麻吉 好像也是有一種歷史上的不意外 有沒有 因為兩個都幹過一樣的事情 但是呢 這樣的一個政治上利益的結盟 他的未來的發展會是一個好事嗎 我覺得對於自由民主的國家來說 這絕對不是好事 兩個大恐怖組是合在一起的 就是更可怕的恐怖主義 可是對於中國本身 他也不見得是一個好事 這裡怎麼說呢 不要忘記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塔利班他是一個極端的 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武裝團體 也就是說 宗教的意識形態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 那中國他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 基本上他們也有在拜神 他們那個神叫做毛澤東 或者說那個神叫習近平 反正就是中國的領導者 就是他們的神 他們唯一的一神教信仰是這樣子 那對於中國境內的宗教的打壓 在習近平上任之後 就越來的越誇張 先不提那個早期 一直被打壓的法輪功這些 那包括佛教啦 或者是說這個 伊斯蘭教 在中國也都是一直處於一個 被打壓的境界 那我相信有些在關注中國狀況的聽眾朋友 應該都有看過就是 中國的教堂的教堂裡面 一掛也不是耶穌基督 他掛的是習近平的象 這個就是一種國家力量 要去干預人民 宗教信仰自由一個很明顯的例證 那特別是在新疆維吾爾族這一塊 那大家都知道嘛 那個在集中營 讓這些在教育營 讓在新疆的維吾爾人 特別是信奉伊斯蘭的這些族群 他們就是去接受到中國共產黨 一個很可怕的強制性的一種 從種族血緣到文化上的再一次的漢化 這基本上已經是種族清洗的程度了 那在這個所謂的在教育營之中 就是小朋友到大人都一視同仁的去做一個無差別的對待式 小朋友你就從小就是念北京話 唱北京話的歌 那你講話都要捲舌硬 那你的教育的內容就是說 哎呀要感謝黨 感謝習主席 給我們吃給我們穿給我們教育 這樣子 等於說你雖然你的皮膚是維吾爾人的皮膚 可是你的內在已經完完全全是 往一個所謂的北京的漢人的方向去做一個培養 那麼呢 對於那個已經成長的這個成人來講 那他的 遭遇就更慘 為什麼 因為他的已經過了一個成長的歷程 那可能已經是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人 那他可能也那個已經對於伊斯蘭的那個維吾爾的這個母語 他們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但是他要就是在你已經是一個成人的狀況之下 逼你放棄你的宗教信仰 放棄你原本的母語 然後呢一樣的全部改為唱這個中國的共產黨的歌 去寫中文說漢語這樣子 那這樣的行為坦白講 你覺得站在一個伊斯蘭極端主義團體的眼中 他能夠接受嗎 坦白講 這個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因為 你就是另外一個恐怖主義分子在毀滅伊斯蘭的文化嘛 那塔利班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他現在畢竟他還沒有那個重新奪回政權 他要把他阿富汗境內的北方聯盟給幹掉 所以他現在跟中國的這麼一個戰略性的結盟 當然就是有一種階段性的利益考量嘛 那如果等到阿富汗真的被塔利班拿回去執政了之後 如果中國對於塔利班的援助或者說態度 讓塔利班越來越不滿不能接受的時候 塔利班這麼樣的一個恐怖主義的團體 他會不會開始對中國有些動作 我覺得機會很大 而且他們有一個非常大的正常性 就是他們可以說 我們是為了要捍衛伊斯蘭的文化 捍衛同樣是信奉伊斯蘭的維吾爾人的這些族人這些朋友 然後呢開始去對中國 特別是可能在新疆這一代的局勢去造成一些影響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這個一切的一切基本上來講都是 坦白講都是中國製造的 如果中國他沒有那麼的一種種族的沙文主義 他沒有那麼的就是說 除了共產黨容不下一切不同的意見的話 那如果能夠對於不管是香港 新疆西藏或者是說南蒙古 都能夠有一些基本的自治權 一些寬容的一些政策的話 局勢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那這也都是因為在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錯估了國內外的情勢 然後使得整個中國的國際的 形象跟地位都逐漸的在下滑中 那國際的形象跟地位下滑 他必然會帶來國內的不滿 再加上美中貿易戰的圍堵政策 使得中國的經濟情勢也跟著在衰退 所以習近平他在面臨到這樣的危機之中 他為了要鞏固自己的權力 他就會採取一個對國內採取更加壓迫的收容的政策 那這一切的一切都會變成是一種惡性的循環 也就是說這個炸彈只是暫時還沒爆炸 但是他的那個炸彈的範圍跟他的殺傷力已經越來越大 等到一個爆炸的契機出現之後 那基本上他會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震盪 那我覺得中國跟塔利班要站在同一個陣線來講 是為了這個 是為這個炸彈添加更多的殺傷力 那這個到最後也都是會一個比較不太好的發展 但是到底能不能夠去有效的去化解掉 或者說有沒有什麼變數 這個就是需要再持續的觀察的啦 好那今天節目呢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快樂六十四 非常感謝您的收聽 我們下禮拜再會